记者林静伦宜兰报道 90岁的宜兰高中退休老师林少武 国中就在日治时期还是宜兰中学校的宜兰高中就读 大专毕业后 又回母校担任英文老师 把一辈子都奉献给宜忠 今日他在自己口述 蓝阳博物馆助理研究原林正方记录的人生自传签名 并送给母校典藏 他说 心从没离开学校 他是永远的宜充人 1928年生的林少武 是宜充第二届校友 毕业后两度挑战大学连考诗力 私立但将英语学校毕业后入伍一年 退伍后已经30岁的他 回到母校担任英文老师 民国72年退休至今 除了他自己一辈子跟宜充紧密的连结在一起 太太是学校职员 大儿子 小儿子 两个孙女及于许则都是遗中校友 一家三代人都与遗中结下不解之缘 高龄的林少武手脚已经不变 不过在林正方的协助下 他透过口述把自己与遗中紧密的一生 透过林正方的手与耳记录成自传 书名为我的一生 林少武今在书上签名 转送给现任遗中校长王银 放在学校校史诗典藏 可以说是把人生送给了母校 林少武说 他在日治时期就进入遗中 当时是逢日本战士失利 台湾每天被美军轰炸 当时生活困苦且危险 让他既已犹新 还好很幸运地躲过战火 并努力地读书 还没退伍就获班遗中的聘书 当上老师 能回到母校服务 是他一生的荣耀 我是永远的遗中人 林少武说 他退休后心还是在学校 因为遗中使他一辈子努力付出心血的地方 且遗中团结的校风 让学校就跟一个家一样温暖 谁舍得离开呢 林少武说 他跟遗中的关系太紧密 加上全家人几乎都是遗中人 心想一定要把这样的缘分记录下来 还好九十岁这年 完成了这份心愿 希望他的故事 能持续传承给接下来每一代的遗中人 王寅也表示 林少武的人生是纪念 也是传承 校房一定会好好保存 林正芳指出 林少武之前已经把部分的文物 捐给一中校使馆 这本名为我的故事的自传 希望能供大家了解林少武所经历的时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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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这本集中的音乐